Hello,大家好,我是Linda,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好久不见了,真的很长一段时间了我都没有上传视频 因为我最近也是非常非常的忙 我一个星期之前刚从一个技术家庭移到了现在这个技术家庭 然后明天我又要去另外一个技术家庭 所以我也没有来得及顾上YouTube这个事情 所以的话非常的抱歉 但是呢在今天这个视频里面 你也可以从标题里面看出来的 我要做50 facts about me 关于我的50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你们很多人可能并不非常的了解我 所以我想要通过这个视频呢 让你们多一些认识关于我这个人 而且同时我也特别想要在这个背景里面做一个视频 因为我明天就要走了 我也想要给自己留下一个纪念,一个留念 所以就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进视频吧 我今年19岁 如果你还没有去看我19岁生日的vlog的话 赶紧去点击一下 我生日是11月22号 因为是美国的感恩节期间 所以我每一年生日都能放假一整个星期特别的爽 我的星座是天蝎和射手的结合 就是刚好在中间那个分界点 但我个人觉得我天蝎和射手座的两个性格都有 我的英文名字Linda是我幼儿园老师给我的 我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所以我现在穿着蓝色的衣服 然后我的背景也是蓝色的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广州人 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 我有一个比我小10岁的妹妹 我是99年,她是09年 我在上高中之前是一个非常非常内向 没有信心的人 所以13 14岁的我完全不会想到 现在19岁的我会坐在镜头前面跟你们讲话 拥有一个自己的YouTube channel 我4年都没有讲过头发 从初三开始 对,所以现在就是到这里这么长 其实也没有很长拥有头发长得特别的慢 我身高1米75 很多人有问我怎么长这么高的 然后我每次回答都是吃饭 就是我小时候吃米饭吃的特别特别特别多 我会三种语言,普通话,粤语,还有英语 我的幸运数字是8 其实也没有什么科学根据他说的幸运数字 我就是喜欢这个数字 我穿37码鞋 对于我这种身高来说的话 已经是挺小的脚的了 我最喜欢吃的三样东西是 寿司,啊塞衣包和poke bowl 啊塞衣包就是夏威夷碗 就是果西碗那种 然后poke bowl就是波奇碗 就是有饭还有鱼生之类的 也是像是寿司那种 我其实呢是有深度近视 但我现在就是戴隐形眼镜 我左眼是625,右眼是575度 我是渔素者 英文就是piscatarian 就是我不吃红肉,不吃猪肉,牛肉之类的那种 但是我吃海鲜也吃鸡蛋 啊对了,我现在已经成为渔素者超过一年了 我是从去年过年之后开始的 我不喝牛奶,但我喝杏仁奶 或者有的时候喝豆奶 我是15岁初三毕业之后就来美国留学的 我其实重读了9年级 因为在美国他们高中是4年制 所以我因为没有参加中考 我就得要重读9年级 这样子才能有9年级的分 我现在学校在美国佛里达州 我去过12个国家 中、美、日、新、马、泰、德、亿、法、瑞、比利时、还有俄罗斯 我希望我下一个旅游的目的地是澳洲 纽约市是我在美国最喜欢去旅游的一个城市 但如果说住的话我最喜欢洛杉矶 我特别特别爱坐过山车 因为坐的次数太多了我就已经没有离心力了 但我觉得还是很好玩 我其实会弹钢琴 因为我从4岁开始学弹钢琴 连续弹了10年之后我就觉得不喜欢它了 然后就放弃了 我这两年在高中做了蓝蓝 蓝蓝球 橄榄球啦对队员 我平时无聊的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看YouTube 就是随便翻各种YouTube来看 我非常不喜欢恐怖电影 我只看过两部 但是就是因为那两部电影给了我留下阴影 我就再也不敢看了 我在写作业或者需要专注的时候 我喜欢听轻音乐 就是钢琴曲或者是爵士曲 我个人觉得这对平静心态非常的有用 所以也推荐大家去尝试一下 我最passionate的爱好就是时尚 就是时尚穿搭各种东西的 我都非常非常的喜欢 我最喜欢的模特是Gigi Hadid Carly Claus和西梦瑶 我最喜欢的快时尚品牌是ZARA 然后我最喜欢的奢侈品牌是Chanel 非常的优雅温柔有气质 但很可惜老佛爷刚刚去世了 我其实挺喜欢穿高温鞋的 但是因为我身高的原因就没有特别的场合可以让我穿 不然别人都不想要站在我旁边 我平时日常最喜欢穿的鞋子就是宽威 高帮宽威 我对自己面部最满意的部位应该说是眼睫毛 就是我觉得我的眼睫毛还是挺好看的 下一个这个比较奇怪就是我的右手拇指 你们可以看到吗可以这样子动 就是这个关节可以随机的乱动 我2016年跨年的时候去过纽约时代广场的那个倒计时非常非常的震撼 我基本上可以说是不会做饭 对我19岁也都不会做饭 但是我会一样的东西是鸡蛋煎饼 就是最简单的那种 这个也比较奇怪 就是我晚上睡觉会磨牙 都不知道做这个举动有多少年了 但是磨得很大声 我自己都觉得非常的可怕 我从来没有养过宠物 但是搞笑的是我在美国这四年住过所有这个家庭都有至少一只狗 但是呢我最喜欢的动物是兔子 因为我是属兔的 我就觉得它很可爱 在我的bucket list上面的一样东西 我也想要在今年或者明年之内完成的就是去跳山 我不会游泳 我也不会骑行车 我也不会开车 而且我是害怕开车 我去咖啡店必点的就是almeme latte 但是在国内没有新人奶的时候 就会点豆奶奶铁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我还有不到三个月就高中毕业了 耶 那好了 关于我的50个问题回答完了 谢谢你的观看 也希望你看完这个视频之后 能够多了解我一些 多认识我一些 同时也别忘了要去订阅我的频道 还可以去关注我的instagram和小红书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也别忘了给它点一个赞哦 那就这样子吧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拜拜